哈喽姐妹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 Hola Yoko 我是Yoko 今天是一支插播视频 就是非常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昨天在Lululemon店里买的一些打折单品 真是渐渐都好看 没有一件是不好看的 如果你们在地区Lululemon开始打折的时候 就是第一时间去店铺直接买 我昨天早上去买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 店铺里人特别多 完全都是一个抢购 我所有买的衣服都是没有试过的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穿 所以今天就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在Lululemon店买的一些战利品 我感觉买的每一件衣服 我当下都是觉得很好看的 这件粉色的EBB的长袖的这件上衣 我觉得非常好看 它是戴这个胸店的 所以你不用下面再穿BLA的 我买的这个尺码是4码 我一般在他们家的上衣都穿6码 4码可能给我有点小 再说这件有一点点小 我没事我先试 不行我再拿去逛 这件EBB的是这个型号 还有一件TOP 这件TOP是Aline系列的 它是双面的 均绿色 然后这边是一个草绿色 它是可以双面穿的 然后给你贴一下它的 这件很好看很好看 是两件式的 它里面是一个小鸡黄的一个小胸罩 它外面是一个露背的一个背心 后面有个大露背的 不过它这件是粉死的 就你不能拆开来的 它是粉死掉的 就直接两件一起穿 像一些户外的活动 当穿BLA的话会有点尴尬 还是需要穿一件这种TOP在外面的话 我觉得这件就非常的合适 我买过来是因为最近准备去跑步 所以在路上跑的话 我还是觉得穿这种小背心 会更加的合适一点点 在国内你当穿一个BLA在路上跑 是会有一点尴尬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那个货号 国内的花样价是550 打完则是320 所以它今年的折扣力度真的非常的大 今天给你们过一下 我买的东西啊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 你们的话看一下上身 如果觉得不OK的话就不用看了 这件TOP是蓝紫色的 背面是这种 胶叉式的背面 是这个系列 然后折扣呢是550 打完折380 因为我是在国内买的 所以它这个力度是指 国内的力度 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 这件我有了 这件是我的第二件 是他们家经典款 今年这一件 石墨灰也在打折 然后价格很好 这个系列很好穿哦 然后它原价是420 打完折是250 背面这边是有个网纱的 这款我买的是6码 我自己穿的也是6码 是正正好的 还有一件短裤 这件短裤就是跑步短裤 它是里面带一个小内裤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穿 黑色跑步短裤是这个 然后它是原价 没打折的 这条瑜伽裤颜色 是不是很好看 每个眨眼的颜色都很好看 然后很显身材 这一件是他们的 那个经典的 裸感的 align的 然后它是28寸的 也是打了折了 900多打完整500 我这款选的是4码 因为我昨天在店里的时候 忘记我是穿他们家的2码 还是4码了 他们店员给我的意见就是拿4码 他觉得4码应该我可以穿 还有一件白色的top 背面是有很多洞洞的 然后是一个长袖的这种 白色的圆领的top 冬天啊秋天 如果你们在户外训练的话 可以在BRAD外面套一件这个的 它这个是600多 打对折 打完折才300多 我买的是一个2码 我觉得是可以穿的 因为我比划了一下 跟我肩框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就把它拿下来了 其实我瑜伽服 运动服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不过LULU家 应该是我所有的 运动品牌当中的 最爱品牌之一 然后他们家的 罗杆的瑜伽裤 真的没有任何品牌 能做得出来 就他们家的罗杆瑜伽裤 真的是太舒服了 只要你买过 你就会迷恋上 他们家的这个面料 就永远借不掉 我就去试一下 然后也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几款衣服的 试马到底准不准 如果你们看上了童话 到时候怎么喜欢吃马 都可以看一下 我这支视频 马上回来 这件的话就是EBB的二码 我呢平时是穿六码的上衣的 所以你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它肩线这边呢 给我是小了 进来了很多 看得出来吧 然后胸衣这边呢 其实是压胸的 给你们侧面看一下 这块是压下来的 所以它这个二号的cup 给我也是有点小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就是兜不住的 颜色非常好看 是这种美红色的 你们要看上的话 就早点去抢 然后它的袖纸 也是这种很长的 这款是我们店铺 新上新的一个项链 它是男女同款的 是一个很简单的速链 加一个小方块 然后它是那种细致的感觉当中 带一点点 狂野粗犷的感觉 所以它这条 不管是你自己买过去带 还是给家里的男朋友带 都很好看 这条我最近带的很多 不过很少在视频当中推荐它 瑜伽铺这件的话 比我在他们家买的那一款 经典的黑色 高腰的部分 好像更高一点点 然后它这条裤子是28的 我那条是亚洲版的长度 这条28寸的话 给我其实很长 因为它这边布料 是会有一点点堆积的 就它其实偏长了 所以大家如果是亚洲女孩的话 你们注意一下 它面条真的是又滑又舒服 颜色也很好看 可以搭配任何颜色的上衣 这条裤子有膨胀感 所以它会显得你的臀更大 就是如果你们不想 显得自己臀那么大的话 就不要买这一件啊 臀臀的效果就很好 不管是这个颜色 还是别的颜色 只要是这个系列的 买了必也买 一定会好看 这件是那个酸面的 背面是这样子的 这件买的也是六嘛 给我穿的话是正正好的 它的领口是那种很大的幽灵 整个型还蛮好的 它面料是align的这个面料 很舒服 双层的是比单层的要厚一点 不过穿上去的舒适度很好 这件你们看到了这个颜色 或别的颜色直接入 必沿入 花一件衣服的钱买两件 非常非常的值得买 这件一定要冲 这个是另外一个颜色 也很好看 这边还是有个logo在 就是它正方面都是有logo的 页下这边会露出一点点浅色的这个包边 不管是上身的这种体型包裹感 还有它的便捷度 还有它的搭配型都很好 可能是这种交叉式的 这件我买的是二码 运动性功能性的衣服 可以冲一冲他们家 裸手 往上拉的时候 这边是有一点点扯到的 面料还是有一点弹性的 所以影响不太大 不过腋下这边是有点挤的 这件是下面是带这种小内衣的 外面的是一个背心 背面是这样子的 有个很大的 洞洞的 你可以这样穿 这样穿就很好看 因为背心做的很大 你可以直接穿去做运动 户外的运动都可以 这件的话应该是我 这是买到最喜欢的一件 我觉得它的利用率很高 它这个颜色不是一个纯白色的 它的颜色是有一点点偏灰掉的 你们看得出来吗 就像裤子的这个渣染的颜色 当中的灰掉更浅一点点 它的内衣呢是像这样子的 有个小挖口的 这款我在店里看到 是有好几个颜色的 剩我的马术和颜色的话 只有这一件了 我就直接把它拿了 整个缝柱的 它是不能拆开来两窗的 好吧 这件黑色短裤呢 是它们正价的单笔 是完全没有打折的 就是一个跑步裤 这件我买了16码 因为我看它那个4码 臀位这边 给我有一点点太正好了 像跑步还是穿的 宽松一点会舒服一点 黑色嘛也不容易过时 就怎么洗也没什么关系 这件的话它的面料 非常非常的轻薄 感觉就是没有穿一样 里面是带那个小内裤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穿它 就不用再穿别的了 这边是有个拉链的 是可以放一点点东西的 容量很小 就这么大 一点点的小容量 手机是放不下的 或者是有个立体的剪裁的 还蛮好看的我觉得 最近的话等会明天洗完 就可以去跑步了 我准备减肥了 最近真的胖死了 好了 那今天差不多这支LULU折扣单品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 你们也喜欢这种即兴的分享 那记得给视频点个赞 留个言和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每次更新的时候 你们都会收到提醒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了 拜拜姐妹们